男人表面是身价千亿的花花公子 每天都有不同的美女叫他起床 可贝蒂他却是震惊世界的武器制造商 其研发的耶利格导弹更是让无数人恐惧 只需一发 就能将数十里的山头直接炸平 可托尼不知道正是这枚导弹差点要了他的命 就当托尼测试完武器做上汗马时 前方的汗马竟瞬间爆炸 看着守护自己的士兵全部阵亡 托尼连忙跑下车去 可就当他躲在石头后准备呼叫支援时 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落在他的身旁 他定睛一看 没事 只是自己研制的导弹 什么导弹 来不及躲闪的托尼被直接炸飞出去 而被导弹炸过的朋友都知道 一般这种情况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你 但好在托尼穿戴了合金防弹衣 很快托尼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迷里呼呼中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撕裂版 像是被人挖了个洞又放进了一些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托尼猛的惊醒 他强忍剧痛拔出来插入肺部的气管 滴水未沾的他刚想转身去拿水 不料却被两根电线拦住 看着两根连接着电瓶 同时连接在自己心脏中的电线 托尼像疯了似的撕开了绷带 看着嵌在自己心脏的电磁体 托尼崩溃了 但就在这时一旁的男人开口 原来他正是给托尼做手术的医生伊森 因为大量碎片进入了托尼的血管 即便伊森已经取出了大部分碎片 但那些细小的碎片却怎么也取不出 于是只能靠电磁铁吸附那些细小的碎片 防止他们进入托尼的心脏导致托尼死去 可这样也只是给托尼续命了一周 看着墙壁上的监控 托尼刚想询问这是哪里 不料这时一群汗肥走了进来 原来他们正是袭击托尼车队的实戒组织 而他们之所以绑架了托尼 都是为了让他制造出耶利哥导弹 一听要为恐怖分子造导弹 托尼当然是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可在经历过无数次接近死亡的威胁后 他妥协了 看着劫匪的基地到处摆放着自己制造出的武器 托尼第一次对自己的理念产生了动摇 他本意是为了保家卫博而创造的武器 此刻在这里却成了罪犯侵略屠杀的帮手 并且现在他又不得不帮助他们 制造威力更大的耶利哥导弹 即便制造出来了他却只有一个星期的生命 一瞬间托尼失去了求生的希望 可就在这时伊森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同时希望的托尼立马向劫匪列出来所需的材料 但他可不是真的要为劫匪造出耶利哥导弹 只见他熟练地拆出导弹内部 从中取出来一块神秘金属 这就是他翻盘的希望 0.15克的把元素 而现在他至少需要1.6克的把 在他们将另外的11个导弹拆开 随后进行高温融化定型后 他们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把环 再将把环放入铁圈中 并在其周围缠绕上八处铜线 最终在托尼的高超技术下 一个冒着蓝光的迷你方舟反应堆带上了 如果我的数据是正确 随着托尼拿出数十张图纸 伊森将其全部叠放在一起后 一个大家伙的图像显现在图纸上 而这就是他们从这里逃脱的秘密武器 可随着各部位的零件被一一制造出来 劫匪们很快就从监控中发现了不对 在托尼他们还以为计划能顺利进行事 劫匪突然闯了进来 起初托尼还想找借口搪塞过去 不料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 二话不说就将伊森按在地上 紧接着拿出一颗烧得火红的铁球 但就在劫匪正要烫死伊森时 托尼说出了他需要伊森 并且保证在一天内制造出耶利哥导弹 劫匪这才放过了伊森 可伊森的得救也代表他们只有一天时间了 终于在他们加班加点下 整套战甲的零件被全部打造出来 可现在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在托尼穿戴盔甲的时候 他的身影必须躲到监控盲点处 但这很快就引起了劫匪的注意 两个劫匪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而此时的托尼却才刚穿戴好外甲 但托尼他们也不是没有准备 就在劫匪强行开门的瞬间 绑在门后的C4瞬间爆炸 看着监控瞬间被炸毁 头目连忙派出手下前去围剪 可托尼这边却刚输入了启动战甲的程序 看着进度条才走到了一半 这明显无法在劫匪赶来前成功启动 眼下托尼又无法动态 伊森决定为托尼争取时间 伊森拿起步枪疯狂开枪 这不要命的气势下的劫匪疯狂逃窜 可就在伊森追到洞口时 一大群劫匪持枪对准了他 与此同时启动程序也终于达到了100% 看着摸到自己身前的劫匪 托尼紧一拳就将其打飞 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劫匪连忙疯扫兽 可下一秒托尼匪框两拳就放倒两个 还敢开枪反抗的小卡拉也隐恨西北 而这就是马克一号的首次了解 解决完小卡拉的托尼来到洞口 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伊森 这时头目还敢偷袭 愤怒的托尼直接引发了手臂的导弹 头目瞬间就被砸晕过去 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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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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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直都在计划 轻眼看着伊森死去 托尼瞬间被怒火支配 面对上百把对准他的枪口 托尼却任由对方疯狂嗓射 直到劫匪打光一梭子子弹后 托尼二话不说释放出手臂的火焰 两条愤怒的火蛇不仅收割着劫匪的信物 同时周围的军火也被拨紧 可就当托尼打算烧光这些武器时 却被远处的劫匪偷袭 即便是防御力惊人的马克一号 但在面对20毫米的机关枪子弹时 托尼脚连接处的链条被打烂 一瞬间托尼只能被动挨打 可这时托尼强行喷出了火蛇 恐怖的高温瞬间引爆了一旁的军火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急 托尼按下手臂处的按钮 紧接着无数军火瞬间爆炸 但就在这堵蘑菇云中 一道身影猛地窜了出来 没错托尼冲了出来 但就在马克一号飞到半空时 推进器的燃料突然耗光 一瞬间托尼从半空急速下坠 好在底下是柔软的沙漠 虽然整套盔甲都已经碎落满地 但托尼却并无大碍 可虽然逃脱了劫匪的老窝 但在这毫无人烟的沙漠 托尼只能凭借毅力不断前进 就在托尼即将体力不知倒下时 两辆直升飞机突然出现 历经三个月托尼终于逃脱了老窝 但他回归后做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得知自己研发的武器 都被罪犯利用时 他竟宣布了永远停止武器制造 没想到全球最大的武器制造商 居然不再造武器 这话一出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不仅如此还让托尼再一次 遭受到了死亡的危机